而欢庆圣诞节花年势力图书馆的儿童馆 25号楼上特别举办了2021年 欢乐圣诞响叮当故事派对的活动 邀请了梦想蝸牛故事屋 为孩子们来说圣诞宝宝的故事 并且邀请神明嘉宾扮演故事的主角 圣诞老公公和孩子们同乐 同时也发送了圣诞礼物 叮叮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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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咕噜变 年末倒数环琴耶诞 花年势力图书馆儿童馆 邀请梦想蝸牛故事屋的雪花姐姐 猩猩姐姐以及兔子姐姐 还有神秘嘉宾带来欢乐圣诞想叮当故事派对 四十组的家长带着小朋友 跟着雪花姐姐一起念圣诞咒语 迎接故事主角揭开序幕 小朋友圣诞节快乐 圣诞节快乐 我跟你们说 我现在又老 年纪又大 我的鬍子怎么样了 又长又白对不对 我瘦得越来越多了 可是我的肚子越来越大 我好想要变比较年轻一点点哦 那今天非常有趣 然后我们也融入了相关的一个情境表演 让孩子感受到故事的一个魅力 那我们希望孩子从小开始 有家长陪同有阅读的习惯 未来能够健全孩子的人格发展之外 也能够养成相关的读书的一个风气 那我们衷心的希望 更多的孩子越来越喜欢阅读 那花莲市图书馆的部分 明年也增加一倍以上的预算 来购置更多的书籍 让所有的 不是大朋友也好 不是小朋友也好 可以找到自己喜欢 适合的书籍 那再次也要祝福大家 圣诞节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们花莲市公所 会持续不断的打造 适合孩子游玩的地方 还有孩子阅读的区域 让每一个孩子 都能够在快乐的童年里面成长 原来是市长威嘉贤 扮演辛苦的圣诞老公公 想变瘦变年轻 结果变成圣诞宝宝 又再变回圣诞老公公 随后也发送在场报名的小朋友圣诞礼物 威嘉贤表示 明年将增加一倍以上预算 为市立图书馆 购置更多重书 让不论大小朋友 都可以找到喜欢的书籍 也鼓励更多家长 多陪孩子阅读 施工所未来将持续打造 适合阅读和玩乐的场域 陪伴更多孩子成长 记得蒋邦彦林氏报导